研究苏联刑事法第58款第10段 有一个反苏宣传罪 这个罪名中规定 污蔑随口议论 咒骂漫画 涂鸦散发小册子和传单 都算反苏言论 其中也包括讲笑话 政策和法律都明确规定 不能说不能听也不能记录 但是什么类的笑话算违法 这个当局自己说了算 借助法律要表达的是 对轻微的不同意见也不能容忍 苏联当时流传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法官走出审判室 自己笑得直不起腰来 另一个法官就问 有什么好笑的 这位法官说当然好笑 就是因为好笑 我判了他十年 还有一个笑话 说监狱里面一个犯人 问另一个犯人 你为什么被关进来 这个犯人说 我讲了一个笑话 你呢 他说我听了一个笑话 他们又问第三个犯人 你呢 第三个人说 是我自己不好 我去朋友家 有人说了一个笑话 我回到家里寻思 明天要不要去告发他们 谁知道天还没亮 我在夜里就已经被抓进来了 我也不愿意 我去 Kenntino 你呢 感谢观看